主播各位观众 穿着西装外套面对镜头连线 有点紧张但稳住气势 展现大奖之风 带着满满的热忱自信站上舞台 快速掌握新闻重点 口齿清晰播报 而在外头也没闲着 利落假期摄影机 在脑海中设计构图拍下精彩画面 华氏除了与台湾东所大学 签署产学策略联盟 打造产学合作课程 在学校号启动新闻人才招募计划 发掘培养新一代的媒体专业人员 新闻评论写作连线和摄影 样样来样样都难不倒他们 算是学校的助教推荐的 他就说华氏难得招人 我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他就说赶快来赶快来 我去蛮多相关的比赛经验的 所以我自己是没那么担心 主播分享播报经验和传承写稿技巧 更多的是要谨记记者工作的热情 大家有备而来 要紧紧抓住实现新闻梦想的机会 我选择的那个是关于新竹市警局 它是有一些警方的弊案 那一则的临场感很重 然后同时我也要加上一些 加上一些就是我们记者所在地之类的 希望可以就是让效果变得更好 七分 七分 也许差不多七分 有把握可以 不能这样子说 还是要交给大家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面对联系大魔王设计巧思放大亮点 做足准备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准备好了要加入新闻人的行列 华日新闻张世奎陈欣骑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张新闻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